新北市政府1060年度温馨助学圆梦基金感恩活动 日前在市府的六楼大礼堂举行 这次共资助了229名的学生 而在各界长期的资助之下 已经有243名的高中职毕业生 而且全数顺利继续升学 在慈善企业和机关团体的协助下 每年办理的圆梦基金感恩活动 连结了市府、捐助者以及受奖助的学生 带给社会正面的序盘作用 过去这几年来已经看到很多很多 这些受益的孩子逐渐的成长 进入了大学成为社会有用的人士 我们觉得这就是所有捐赠者 他爱心最重要的目的 每年办这样一个感恩活动 也是让同学大家共同来参与 来参与的过程 觉得说我们受惠于社会的爱心 我们应该更努力更加油 现场特别安排龟山国小的黄信云同学 说出心中的感谢和感恩 在角力竞赛表现相当亮眼的信云 感谢圆梦基金的帮助 让他安心学习尽情发挥 今天我能在这边代表受奖助学生 与各位贵宾分享心情 最要感谢的是 温馨助学圆梦基金 永爱相随梦想起飞 这个意义非凡的活动 让我可以安心的学习 尽情的发挥 感谢企业主愿意发挥慈悲心 主动协助我们 历年来 圆梦基金补助的学生 都有相当优异的表现 这次圆梦高中升大学的学生 有21位 其中7位已经如愿考上 心中理想的学校 未来也希望他们有机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方间海林景云 新北市采访报导